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不甘意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纽约人寿传家之宝 联合赞助播出 美坚决否认 欲联伊朗同抗伊斯兰国 美出台新项目 组极端分子 傅须一参战 禁办美国成人受糖尿病威胁 晚上好 欢迎收看9月15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伊朗透露多次拒绝美国的邀请 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美国政府承认私下与伊朗 就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对话 但坚决否认寻求与伊朗 展开任何军事合作或情报分享 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15号称 不仅美国与伊朗驻伊拉克大使 就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对话 美国国务卿克里 也主动接触伊朗外长扎里夫 寻求合作 美国国务院当天 承认美国与伊朗 私下就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进行了交流 但坚决否认 美国向伊朗寻求展开任何形式的合作 我们不会向伊朗寻求展开任何形式的合作 我们不会向伊朗认课计 但以为非常清楚 我们不会跟伊朗相关注 我们不想跟伊朗相关注 我们不想跟伊朗相关注 伊朗相关注 哈尔夫指出 美国对伊朗的要求 与对其他国家一样 希望伊朗能够支持新的伊拉克政府 帮助伊拉克建立安全部队 美国并不反对伊拉克与伊朗进行合作 白宫当天也表示 尽管之前美国高级官员 在伊核问题谈判间隙 与伊朗就打击斯兰国问题进行交谈 但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改变了拒绝与伊朗进行军事合作的立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伊朗总统 罗哈尼都将于本月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虽然白宫拒绝透露美伊领导人是否会接触 但双方官员将会继续就伊拉克问题进行讨论 富凤华卫视网民主任务华尔德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15号表示 美国司法部日前正筹备在全美各大城市开展一系列的试点行动 阻止美国极端分子加入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战争 霍尔德15日发表声明称司法部将在美国各大城市开展试点行动 以阻止在美极端势力的滋长 美国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新项目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尽早发现极端分子加入恐怖组织的企图 同时联合社区代表宗教领袖和检察机关 以获得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的最佳方案 霍尔德表示暴力极端主义是目前对国际安全最紧迫的威胁 随着伊斯兰国这类恐怖组织的出现 以及不断有美国人对企图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加入冲突 司法部必须给予回击 司法部尚未指出哪些城市将成为试点 而白宫目前已计划下月举办峰会来探讨如何打击暴力极端分子 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近几月来 一直对西方人到叙利亚加入战争表示忧虑 上周一位年仅19岁的克罗拉多女子 对企图协助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指控认罪 她的认罪协议中还要求她向政府提供 其他有相同企图的美国人的信息 凤凰卫视杨爱佳赖大利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最新的资料显示 美国人越来越胖而且平均年龄提高 这些正在演变成一场健康的危机 将近一半成人属于糖尿病的前期 或糖尿病患者增加了心脏病 失明节肢和癌症的风险 据今日美国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统计数字显示 在20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 12.3%患有糖尿病 另外37%的人属于糖尿病前期 血糖水平明显高于正常 比10年前的27%明显提高 最新的一期《糖尿病学》杂志上显示 《糖尿病前期》不仅为糖尿病埋下病根 并且癌症风险增加15% 肯塔基大学巴恩斯特布尔布朗 《糖尿病》和肥胖中心主任科恩表示 你们看到的几乎是人口老化 越来越多肥胖者 运动减少和快餐流行的问题 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表示 30%的糖尿病前期 会在5年内转换成2型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没有症状 大都是通过咽血发生 全美8600万属于《糖尿病前期》的人 只有10%知道自己有病 美国《糖尿病协会》医疗信息 和专业参议主管彼得森表示 如果人们能减肥5%至7% 每周运动150分钟 采用中等热量的健康饮食 属于《糖尿病前期》的人 就可以预防或延缓《糖尿病》的发生 凤凰卫视李战青 加州报道 好 我们来关心拉美和加拿大今天的重要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回来 由北美多元文化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加拿大国际电影电视节 将于11月11日由温哥华开幕 届时将有来自多个国家的15部以上入选作品进行展播 首届加拿大国际电影电视节 将于11月11日至15日在温哥华举行 组委会主席加拿大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张祥明表示 相比以往电影节 此次活动将不再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 而是一个多元文化衍生的电影作品展示平台 作为来自中国的演员 希望看到更多中佳合作完成的影视作品 我就觉得加拿大电影业还是很落伍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一部电影走进中国 我觉得这就成了我好像一个我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我希望让加拿大最优质的力量和中国的电影能够对接 组委会主席表示 本届电影节将邀请前艾美奖副主席 Gorge Lecler等来自各国的资深电影艺术家评审参展电影 传播多元文化理念 我们电影节就是主打的就是多元文化 一定要优秀的多元文化的平台展示给大家 首届加拿大电影电视节目前已收到报名参展电影约150部 除各国电影展映外 电影节还将举行电影产业高峰论坛 中家电影合拍项目洽谈会等活动 凤凰卫视组客行李东尼温哥华报道 新学期进入第三周 加拿大被失省50万公立学校的学童仍然没有学可上 周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的支持教师游行 就遭遇部分华语家长的呛声 抗议教师联会罢工是绑架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继上周日几百位家长聚集温哥华市中心美术馆外 举行抗议教师联会罢工的活动后 一场由社交媒体发起 标榜草根性的支持教师游行 周日在同一地点举行 现场聚集了大批教师学生和工会代表 活动进行途中 一群悲失家长协会的代表闯入现场发表反对声音 指责教师联会旷日持久的罢工罔顾学生利益 场面一度火爆 温哥华市警介入后控制场面 我们家长代表是临时的组织起来 跟教联一个表达陈述 就是说教联不等于教师 教师不等于教联 我们希望不要跟拿手增加负担 也不要绑架学生作为他们的筹码 这是我们今天临时组织的 一个面对面的跟教联的一个交流 另一方面 卑诗省府和教师联会代表 周末在华裔人口过半的 劣质文士一间酒店重启谈判 而省长简慧之稍早前透露 会在10月9号出访印度前结束工潮 安诗省府可能会祭出立法强制教师复工 凤凰卫视 祖克勤 武警 温哥华报导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由于雨水少 在过去的几年来 加州一直面临着缺水窘境 这种情况在今年更是变本加厉 尤其在南加州 几乎半年都不见雨水 即使有也只是点缀的两三滴 根本无法解决干旱现象 加州的大汉让州长布朗 不得不宣如进入紧急状态 沿拟了多项对策 包括减少公共用水量 发动全民节约用水运动等 但由于成效不张 加州更是通过法案 惩罚浪费水资源的民众 一旦被发现浪费用水 将被罚款500美元 希望借此减缓汉象带来的不便 美国政府今天推出计划 目标是借由全美社区的主要成员 试图阻止极端化的年轻人 加入伊斯兰国和其他在叙利亚以及伊拉克作战的极端组织 美国司法部长霍德 在宣布这项计划的录影中说 今天没有比暴力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更加紧迫的是 霍德说 司法部、白宫和其他单位 正展开一系列的实验型计划 集合社区领袖、执法人员和其他人士 发展出反制这类威胁的一套策略 南加州大学和洛杉矶时报最新民调显示 加州绝大多数选民认为 警察的工作非常艰巨 但对于警察的评价 白人和少数族裔分歧较大 数据显示 三分之一的选民承认 少数族裔最容易遭受 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不平等待遇 在对待加州居民的态度问题上 大多数白人、非裔与亚裔承认 如果某一族群最容易遭受警察不公平待遇的 那么这个族群就是非裔 其中 33%的白人选民 61%的非裔选民 以及51%的亚裔选民持有这样的想法 2015年的美国小姐 在14日晚间出炉 由纽约小姐 卡扎兹耶夫摘下皇冠 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 由纽约小姐脱颖而出 成为美国小姐 来自曼哈顿的家里 卡扎兹耶夫 在纽约的霍夫斯特拉大学 主修政治学、全球研究和地理学 他希望未来从事国际外交工作 另外 卡扎兹耶夫会说流利的俄语和西班牙语 他于5月赢得纽约小姐 并在美国小姐选美中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和弗吉尼亚小姐一起争夺冠亚军 最后赢得冠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气象部门预计 2014年第15号台风 海鸥将在周二中午前后 登陆广东西部和海南东部沿海地区 受台风影响 广东中西部和南部 16到17号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中国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广东省三防半预计 秋天台风的破坏力强 也将有可能造成较大灾害 沿海船只已经提前回港避风 正在马尔代夫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号在马内 与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举行会谈 两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建立中马面向未来的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总统亚明在共和国广场 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之后双方在总统府举行会谈 会谈后 双方元首共同出席了 外交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并为中方参与建设的 马尔代夫拉姆环郊连接公路项目和民用住宅项目截牌 菲律宾近期接连发生中国公民预袭事件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非方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障再非中国机构和公民的安全 考虑到菲律宾当前安全形势 中国外交部日前发出旅行警示 提醒再非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拟负菲律宾的中国公民近期暂物前往 洪磊表示 中方将对菲律宾有关安全形势的发展 来对这一旅行警示做出调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感谢回来 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一涨跌互建 投资人担忧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 会改变货币的政策倾向 同时科技类股受到阿里巴巴 即将上市的资金整合影响 纳斯达克指数受压 不过道琼斯指数是重返17000点上方坐手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要市场 在星期一的走势状况 星期美股早时早时一开盘 就出现了一个涨跌互建的趋势 主要是科技类股出现明显的下跌 众村传统工业股保险性的防御型的股 基本上还都是出现上升 所以收盘时还是道琼斯平坚工业指数 以上升做收 而标准PRO500指数和纳萨克纵侧指数 是以下跌收盘 当然今天影响市场的两大因素 一方面是从明天开始 一人两天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会议 人们担心如果目前美国经济开始出现 强劲增长的话 联储局有可能会放话 那么提前提升联邦基金利率 星期五阿里巴巴将会正式挂牌上市 那么现在因为是市场的股票供不应求 所以在星期一收盘之后 阿里巴巴已经决定提升的是原始股价 从原来的60到66美元这个期间 提升到66到68美元这个期间 但是今后还是在星期四晚间定价 星期五正式开盘 那么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年经历 开始抛售手中一些相关的前段时间 声势不错动力型的科技类股 而准备筹资在星期五开盘时 是收购阿里巴巴公司的股票 那么其他的个股当中是 苹果公司持续向好 主要是苹果公司的iPhone第六版 已经在第一24小时之间就有超过400万台的订购 所以那是销售相当的畅旺 但在当天市场是相当审慎 是等待两大这个新闻 一方面是联储局会议 另外一方面是星期五阿里巴巴 上市形象对科技股整体的冲击力度 以上是星期期五 峰会时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每年寒暑假来临之前 家长们都要考虑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活动 学生们也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充满了期待 为了帮助孩子们挑选合适的寒暑假中的实习项目 飞达学院目前是举办了推广会 介绍今年已举行过的暑期公益活动 据介绍 飞达学院作为美国加州升学顾问教育机构 多年来已帮助过有很多远大理想的孩子们考入名校 他们不仅仅向学生知道书本上的知识 更主要的是注重学生的道德与人格的培养 并引导学生掌握和利用经济杠杆去服务社会 在假期里多次带领他们到中国农村和边缘贫困山区 帮助当地农民取得小额贷款做小生意 例如以洋荒车的项目 直到秋天收获的卖浪滚滚 全球领袖夏令营每年寒暑假给青少年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光在他们升学的路上 可以让他有精彩的人生的一幕 其实在他们整个人生成长的路上 也帮他们策划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页 魏老师还欣慰地告知 同学们这些足有成效的扶贫举措 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大力支持 非打学院的假期公益活动 目前已从中国开葬到尼泊尔 具体复品项目也从虚木养殖业 发展到改变农村医疗条件 和机能减碳环保等工程项目 凤凰卫斯网民乱级报道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昨天晚上南加州华人华侨各社团 是联合举行了隆重的升级仪式和盛大的晚宴 南加州华人侨胞和洛杉矶各界政要 包括中国州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刘建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欣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 以及当地民选官员等700多人出席活动 当晚的庆典活动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在高昂的国歌声中 蓝蓝升起 全体与会者肃然起立 表达自己对祖职国的热爱和敬意 总领事刘建在庆典活动上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年来 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人民安康 国际地位的提升 支持国内人民的努力 也离不开海外华人侨胞的支持 祖国的强盛 不会忘记海外的同胞 海外华人侨胞的勤奋与努力 同样也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占预 今年南加州各华人社团联合举办的 青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座年活动 这在南加桥团的历史上实施首饰 在盛大的清点活动中 各华人社团的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海外车子对祖国的忠诚是勇摸秘密 举行龙东的宴会 也举行盛旗的典礼 就是要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爱 为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祝福 龙东的清点活动上 若然基华人侨胞 还自辩各类的文艺节目上台表演 为晚会增添了不少的欢乐气氛 通过卫斯网民 若然基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新闻的全部内容 在天气报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天天话题栏目 不要错过 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 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每周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eve Farm和Ultman保护您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 卡不甘义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联合赞助播出